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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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換大 我換了圖了 圖片 晚安 嗨嗨 會不會好快就過了 嗯 很快啊 那個都很快就過了 晚上好悠 悠悠 卡到哭出來 什麼意思 為什麼會卡到 會有卡到的問題嗎 謝謝吉米粥的香檳 有 現在卡比抽的珠珠 牛 現在是蘋果的 嗨嗨 嗨嗨 這一團帶640出行 這又是什麼神秘的禮物 沒有卡 沒有卡 今天有吃飯嗎 今天有吃飯嗎 我剛剛吃了兩塊炸雞 我還有一個咖哩 還沒有吃 謝謝 謝謝子博的守護禮 因為太薄了 新的奇怪禮物 是你 你收到那個奇怪的禮物 吃 兩塊炸雞 可能是因為我喝了汽水 所以很飽 謝謝Mika找亮點 應該是因為喝了那個汽水 很飽 晚安 我成功打嗝嗎 沒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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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嗝嗎 不會啊 我喝的是雪碧 雪碧沒有打嗝 但雪碧很有氣 很有氣 晚安 謝謝阿虹的 夢幻寶寶 現在也發了 真的蛛蛛油 明明不會打嗝 明明不會打嗝 大家已經習慣了 會不會打嗝 會不會打嗝 晚安 會不會打嗝 可以OK的Mika找亮點 跟大家更新一下我的 電捲棒的近況 電捲棒的近況 大家說 他如果那天沒有出貨 我就要 找 我就要取消訂單 所以我取消訂單 他那天沒有出貨 我取消訂單 但我不知道我有沒有取消成功 他沒有 他沒有顯示 到底有沒有成功 所以我現在不知道 我有沒有取消成功 然後我就在 我按取消的當下 我就又下了另外一家的 電捲棒 然後他隔天就出貨 然後他隔天就出貨 早知道我就買那家 還比較快 他寄出也不要去取貨就好 這樣我不是會被 那個嗎 負評 看不出來的話 就是沒成功 真的不會相信他 他死不取消我的訂單 有到貨 是嗎 到貨了嗎 還沒有到貨 還沒有到貨 我要找效力好了 好像沒有很多次就沒差 挑對賣家 真的是很久 等很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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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貨 出貨的話 兩天內就到了 欸 看一下喔 他是寫 喔 送到了耶 他到了耶 他到了耶 可是我現在 我現在放假耶 我現在不會去那裡 不在我家貨 下禮拜 下禮拜就可以拿到 媽 媽 好像 對 後天 後天就可以拿到 太快了吧 太快了吧 他以為要關播了 你說我現在去取貨嗎 是不是也沒有到這麼急 真快 真的很快 我幾號下單 我七月五號下單 然後七號就到了 我是為了什麼 等了一個禮拜 我究竟是為了什麼 等了一個禮拜 太難過了 這才是真的現貨 這個真的是 真的現貨 他真的很快 都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好賣家真的有差耶 真的很快耶 雖然我現在 沒辦法去取貨 太遠了 來了個好店家 真的是 是看運氣嗎 還是是 我太會挑了 我挑到一個很 很緩慢的店家 海運 應該不是海運 我是不知道他那個是 怎麼樣 反正就是等很久 等很久 等很久 第二家的價錢是一樣的 第二家有貴一點點 但就是一兩百塊的差 所以就算了吧 對 然後因為就是那個 嗯 價 欸 顏色 他就只有那個 藍色 就是我以前用的那一隻 所以我就又買回去 我以前那一隻的顏色 不然我本來想說 就買 買個白色不一樣的顏色 結果他的現貨 就只有 那個 原本那個款式 我就買了原本那個款式 所以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是一模一樣的 換速度 真的是 都不知道要等到明不及 才會到 太多人買了 應該也不是 太多人買吧 單純是他的問題 還要等他還運來台 嗯 就不知道 但我前面買的那個 他明明說他 現貨在 在台北啊 台灣 還要等到明不及 謝謝小鈴的 貓貓貓貓 他自己設定的 實際上有沒有就這樣 摟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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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久了吧 他現在也不知道要不要取消我的電台 我到底有沒有取消成功 我真的不知道 取消成功是不是會在不成立那裡啊 他還在那個欸 他還出貨 所以是不是他還沒有按 他不鳥我 他連 跟我 給個訊息也沒有 謝謝米卡的大聲說愛你 沒關係 那就 算了啦 等到11號 看他會不會自己取消 兩次不取貨付款的扣搭 為什麼 還有這種 兩次不取貨付款的扣搭 謝謝陽圈裡的路 中了 帶你去了 讓我 請帶我去流浪 謝謝 亂用特效 很久沒有 用特效 我這個腮紅很紅欸 沒事看這個情況 他會再被 系統取消一次 現在吉利說 也要你去流浪 謝謝十一 送了 貓貓貓寶寶 很快多重特效 他送了我多重特效 今天氣色很好 因為穿著紅色看起來 氣色就很好 特效 特效還可以跟特效重疊嗎 不是會吃掉我的特效 謝謝沛迅的帶我 去流浪 請多帶我去流浪 也是不用 都是重疊特效 我獲得了一個 我獲得了一個 直播就會想睡覺的病 謝謝卡比獸的 戳戳你 還是只是因為我剛吃飽 晚上七點 剛吃飽 很影響睡覺 都直接刷卡 不取破蝦皮還是會退錢的 就沒差 就沒差 你不值播也想睡嗎 你不值播也想睡嗎 我今天 今天下午 跟我大姨去辦了信用卡 我要獲得人生中第一張信用卡 吃飽就想睡 好像一直都 一直都 要更爽快的敗家 敗家 敗家 敗起來 刷起來 不用再刷媽媽的卡 魔法小卡 魔法小卡要出來了 我要用魔法小卡 很好奇你能拿到多少耳朵 JCB卡嗎 你要刷一錢 會想很久 我會很想很久 要把錢包拿出來是件很困難的事情 第一筆刷卡 記得要滿額拿 滿額禮 滿額禮很重要是不是 但我還沒有拿到 帳單 帳單好像是寄到哪裡啊 是不是寄到台北 是不是寄到台北 哪一家得到靈異的青睞 刷九卡號就會 就會寄起來 應該 我應該寄不起來 我應該沒有這麼常刷 電子張單 不要留紀錄 不要留紀錄 可是我勾的是那個 那個 實體這樣 背媽媽的卡 沒關係 她的卡我也背不起來 不是媽媽在刷 大家就刷她自己就好了 刷我的幹嘛 不要刷爆就好啦 不會刷爆啦 也沒有什麼 東西可以刷爆 金融 存款卡 我不知道 其實我不知道 其實我不知道我搬的是什麼 沒關係我到時候 到時候就會知道 拿到的時候就會知道 JCV大多不能幫Apple Pay Apple Pay JCV不是去日本 用的卡嗎 我不知道 好笑這個印象 電子張單 她說 我大姨怕我 怕我忘記看 怕我忘記看 台灣也能用 但是不是台灣好像 Visa比較多 在日本比較好刷過的卡 有好有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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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銀行發的JCV 日本銀行發的JCV 好像有這件事喔 初次刷卡的 我不會拍影片 台灣發的不給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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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讓你刷卡 不讓你刷卡 根本不知道 還沒有拿到 聽說要10天還是什麼 一個禮拜 1號 這樣以後就不能奧她服 為什麼 為什麼 我有自己的卡 就刷自己的就好啦 什麼特殊卡面 我聽不懂 初次辦卡禮 你說那個要刷到多少錢才會有的嗎 拿到還要開卡喔 沒關係拿到的時候就會知道了 花笑多一點 忍不住就想刷 有卡通達遊戲VTuber那種 沒有 都刷可以培養信用 培養信用 自治理要很好 我應該信用卡就是拿來 大計程車 還可以幹嘛 還可以做什麼 我都 我是領錢派的 把存款領出來 負現 我現在都用那個 一卡通 可以課金 還好我不太玩遊戲 放卡只是拿來刷七層子 我是一般Live Pay一直強迫我綁卡 但我就沒有信用卡 他不讓我綁 我的那個 什麼 台鷹 但我的台 其他就不能用 其他的又不知道不知道 很麻煩 就覺得很麻煩 晚安 千獎卡 還可以買很多國外 網站的東西蠻方便的 但我很不會耶 我超不會網購 就是蝦皮以外 我超不會 超不會用那種外國網站 你看不懂 那個書 感覺好麻煩 手續很多 阿瑪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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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覺很麻煩 他又不是要一直 打一些奇怪的地址 還是不要學會好 學會的好 我不要學會 我就跟你們說 最近 想要這個東西 可以買本家的桌邊 可是本家最近沒有什麼好看的桌邊 人家最近沒有什麼好看的 沒有什麼特別吸引的桌邊 還好 還好 綁信用卡付費 演唱會 演唱會 什麼演唱會 現在喜歡的周邊都是別團的嗎 對啊 你不覺得別團的周邊都是做的比較 オシャレ 比較時尚 為什麼蝦皮每次有節目都會找你們的原因嗎 你說會在蝦皮上買東西嗎 現在有人不在蝦皮上買東西嗎 30公分高的壓克力牌 沒關係 我其實對壓克力牌真的還好 別人家的永遠比自己好 好想要酷酷的桌邊 謝謝法蘭 真的啾啾你喔 一直要有大頭 我一馬上吃 還餐車 假雞 假雞 終於會在蝦面找 蝦皮白金蝦了 應該是沒有 我也沒有這麼會買東西 我要怎麼看我的蝦皮 今天我要怎麼看 我是銀蝦 銀蝦 現在寫陳冠偉的LINE 應援燈 我是銀蝦 銀蝦是多少 其實我不知道 711其他的病嗎 今天抽獎最後一天 真的喔今天抽獎最後一天 夏天不是才剛開始嗎 711喔 最近 吃了很多那個 皮諾 那個抽獎超沒成 我怎麼抽都只有九折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是我的問題嗎 現在銅蝦也 銅蝦 九折 九折 我怎麼抽都是九折 夏天關閨熟 銀蝦 最近是不是瘦了 沒有瘦欸 完全沒有瘦 我都不知道該怎麼瘦 現在金蝦你到底買了什麼 買了什麼 買了什麼 他要超過六千塊 我們看看 升等方式 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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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蝦三萬 你只要買超過六千塊 應該就會剩六張 是嗎 就會是銀蝦 是不是 要三萬塊才會有金蝦欸 而且要一個月嗎 還是怎麼樣 一個月也太難了 一個月也太難了 一個月三萬塊會不會太難了 大概前六個月 應該會不會太難了 這樣要佩服一下小婷 都週三免運再買就好 我都是放進購物車 然後死不買的人 放進去購物車 改天再說 應該把這三萬拿來買 還剩下 我很想跟你說對 你的貨物車 現在年紀到多少錢 應該蠻多的 今天不是也有名 對啊 今天也有名 一開帳號就銅蝦了 對 因為消費只有726 但你很不常用蝦皮 購物車有排名 購物車幹嘛需要排名 你又沒有買 明年你的桌機上蝦皮買就有景象 我不會自己買 我要別人送我 別人送我 我就會 用電腦 沒有送我就不買電腦 我不會花我自己的錢去買電腦 因為我根本不需要那個東西 別人送我 就是我沒有我也不會怎樣 我沒有電腦我也不會怎麼樣 有當然好的那種感覺 一直在切換旁邊說 可以送我電腦 大家都想幫你買電腦 這樣電腦很難出現啊 所以沒有就算了 我已經看開了 沒有也沒差 我這個人已經佛系生活 我從小到大就是佛系 因為不買給我就算 CPU3000以下不太好 說好想要螢幕鍵盤 其實螢幕鍵盤也蠻貴的吧 一整組請送我一整組 我現在一個半個零件都沒有 滑鼠鍵盤都沒有 可是我最近我媽問我要不要換衣櫃 我說 考慮 我剛剛說再考慮一下 請問大家覺得我什麼時候會換衣櫃 我覺得大概 年底的時候 會換 螢幕也有不貴的 嗯 不知道 現在的衣櫃要壞了嗎 我的衣櫃現在就是壞的 謝謝數字加送的 變上你的味道 衣櫃可以開始無色 你跟切換最近誰贏 我贏比較多 雖然我們就是大概 你贏個 兩場我贏個 三場的那種速度 壞的還要考慮 抽屁拉不出來 抽屁拉的出來啊 只是 只是沒有什麼問題啊 它還是可以用 嗯 買那種大螢幕可以躺在床上追究 蝦皮購物車裡面沒有衣櫃 有新衣服自然就會想買衣櫃 衣櫃 對呀 會掉下去 衣櫃們還要找人搬 T恤太多了 沒有耶 T恤在旁邊有自己一個櫃子 謝謝員工滾的帶你去流浪 衣櫃沒辦法修嗎 我不知道耶 好像我媽有 問我說還是你修那個軌道就好 但重點是他現在連把鎖都不在 把鎖不知道去了哪裡 就是那個抽屁的把鎖不知道去 有一個把鎖不見了 衣服運回宜蘭 有啊我現在 我其實有把一些衣服 就是先拿出來 然後叫我媽有事 再帶回去 被拉斷了還是他自己 應該說他應該是那個螺絲還是那個孔 就鬆掉 然後那個 把鎖沒辦法塞進去 我的衣櫃 我的衣櫃還 怎麼拉開那個 他有兩個把鎖 然後剩右邊的一個把鎖 不想換馬上換掉 是因為捨不得花大條 捨不得花大條 我媽找了一個要六千塊的衣櫃 我覺得很貴 我剛剛講說我在考慮 我覺得很麻煩 整個都很麻煩 有些地區丟大型垃圾要收錢 就趁過年 免費丟 之後會壞別的地方 有道府安裝嗎 他可能找的那個優化嗎 他寫免運費免組裝 六千可以用好幾年 除以六百就很便宜 只換那一層抽地就好 上面那一層也是差不多 半虧半虧半虧 話說這個抽屜沒有手把耶 他要怎麼拉出來 他也可以在你練習回到家前就搞定 你家還要 台上樓 對啊我家還要搬五樓耶 感覺就很困難 要不要就算了 我家還要搬五樓耶 衣櫃上的來嗎 衣櫃上的來嗎 你們幫忙搬上樓就行 有凹槽可以拉 有凹槽可以拉 就是 到我現在知道我的抽屜要怎麼拉才不會掉下來 我家已經知道怎麼對付我的衣櫃了 要往上拉他就不會掉下來 不能平平的拉你要往上抬 往上抬它就不會掉下去 從五樓拉衣櫃上 好可難 不要做這種會更不想掉他的行為 對啊反正還能用 他就還沒有壞掉嘛 還可以用啊 還可以用 但是他抽屜還沒有掉到下一層的時候 他都還可以用 他的抽屜還沒有掉到下面那一層 只是他沒有辦法 妥妥的三層好好的塞進去 他就是會有一層會歪歪的 還沒死透 還沒死透 不要關起來 只要掉下來那天 只要掉下來那天 我覺得就是因為我覺得是因為裡面太多牛仔褲 因為他很重 他就承受不住那個重量 就是一個卡卡卡的衣櫃 早點掉的時候就可以買新的 找到他不會掉下來的方式 卡法 卡到一個不會掉下來的地方 就不要掉下來砸到腳 不會 只要不要拉太出來都不會砸到腳 不要整個都拉出來就不會砸到腳 因為下面還有一層 他可以撐得住中間那一層 和床一樣下面能放東西就好 因為一個把手如果也壞 就完全拉不出來 嗯 嗯 那就不能把它完全推進去 我現在都是這樣拉那個椅 拉那個主體 我先放在大腿上 拉出來我先放在大腿上 然後這邊拿衣服 然後這樣再把它塞回去 一層一層撥開它 不小心 這自然會有 方法 它是可以用的 好累 很累嗎大家 很累嗎 不可能放太多東西 不然哪天拔手可能會撐不住 順便練大腿子 就放不常用的東西啊 嘖 可是因為第二層比較剛剛好 那個高度比較剛剛好 所以我把不常用的放在最下面那一層 天際熱 體力消耗很快 體力消耗很快嗎 我沒有覺得體力消耗很快 我就是很困擾那個 外面很熱 很怕會被蚊子咬 剛剛真的有換到其他手提嗎 沒有耶 就是一樣是 因為其實上層的衣服也蠻重的 今天中午日超大 還好最近都下一下下 然後它就停了 不是那種 下一整天 下一整天就很討厭 下一整天就很討厭 被蚊子咬的記號有增加嗎 有增加一個耶 對 沒關係 等我哪天受不了 我就會 真的想換 但我是覺得 應該沒有我受不了的那一條 我的衣櫃 我的衣櫃 我的衣櫃應該沒有我受不了的那一條 還可以撐 還可以撐 再戰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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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完全卡住就會受不了 真的不會完全卡住 敲一下 敲一下 敲一下就可以用 在那天之前就先搬家 只是不用那層抽屜而已 其他地方還可以用 在我媽沒有強制我換衣櫃之前 我都不會換衣櫃 那衣櫃是放動的嗎 沒有 應該是我親戚的吧 買給你還是要你自己換 我不知道 因為我跟他的錢就是共用 通用 我根本不知道 我有時候花的錢 到底是我的還是他的 我也不知道他有時候花的錢 到底是他的還是我的 真的不知道 哪個是哪個 我算是不知道那個沙發 是我的錢還是他的錢 沒有人知道啊 用就對了 你的就是他的 我的就是他的 他真的應該有病毒 應該吧 我現在看到錢就減走了 我現在看到錢就減走了 第一筆消費 第一筆消費就是六千塊嗎 會不會有點太大 我再考慮一下 我再存個三年的錢 再讓我存個三年 我在考慮要不要拿出來 換衣櫃 謝謝十一的比個心 比個心 晚安 手刷 手刷 手刷你哪有什麼那個 六千不是剛好一張門票嗎 你說什麼 VIP嗎 那陳詩雅又不是我的神推 我不會花六千塊 是我的神推 我就會花六千塊 不然我就做那個最遠的地方 不然我看線上就好 我看線上就好 很多不是神推也花六千 謝謝許莫的甜蜜愛心 客家人心看 客家人心看 我看線上是我的神推 大聲 才可以 好 泰劉 謝謝酒 開通了粉絲團 對 才能直播穿你的生日衣服 很多人穿我的生日衣服 至少飲料有 謝謝愛的煙火 第一排也太難了 我就仍然不奢求第一排 只要在我都還看得到她的身影 都可以接受 不要讓我連她的頭都看不到就好了 看我標準是不是很低 標準很低吧 我就在最後一排 只要我還看得到她的全身 就算她跟螞蟻小一樣 我都可以接受 第一排以外就現場了 不用啊還是有分 如果是我的神推 我還是會想去現場 只是做最後一排也沒差 那你很適合動彈場 動彈場不是有大螢幕嗎 有大螢幕就好 媽媽你還坐到二樓去了是不是 對啊我坐在二樓的第一排 那時候還 那時候還問我 就是黃姐 她還問我說你要不要做第一排 我說不要 我不要我做二樓就好 請不要讓我離舞太太緊 我怕我承受不了 跟她最後伸上去的地方一樣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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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噴鼻型 應該是不會噴鼻型 應該是不會噴鼻型 我怕我沒辦法好好看表演 我可能會整場都在哭 會暈殘 會暈殘 請給我一個角落好嗎拜託 不像很多執著仔的第一排 我不是執著仔啊 我就是一個 就是 在某個角落就好 給我一個角落 拜託 我是那種看電影會選 邊邊不喜歡做正中間的人 那我覺得 就是 旁邊有做人壓力很大 旁邊有做人壓力很大 坐在正中間 被夾在正中間 壓力很大 在你面前被情心裡受重 很普通不起眼的粉絲 也是愛坐走到旁 我愛坐走到旁 我不喜歡坐在正中間 超級厭世的 尤其是因為有些電影 就是大家喜歡坐在正中間 我就 我就會很厭世 還要擠進去我就覺得很困擾 所以每次那種 要看電影我都說可不可以 就是定那個旁邊沒有人的位置 左右都是人很討厭 中間區的邊邊然後最後一排 你說你中間比較多你才去買中間 我確實中間比較多啊 確實是中間比較多 確實是中間比較多 因為就是整個舞台 這個舞台這麼寬 在正 最左最右好像 那個機率不高好嗎 好像不太高 所以我只能跟你說就是 中間那一區 中間偏右偏左 不會到左跟右 執著窄門 蜘蛛仔門 那也不就完了 你怎麼了 你怎麼了 只有新單站我也是知道的 你說你們嗎 冰冰冰冰 冰冰冰冰 那離花道很近 這又是什麼問題 難不成大家都在花道上 我在豬牌 這又是什麼問題 難不成整場 都只有我沒有去花道 有這種事 是想要問出什麼東西 我跟你說 沒有我沒有 我沒有去花道 今天沒當放大便 請問我哪天有帶的放大便 你說 問就是邊邊 問就是都有去好嗎 整個舞台我都會經過 我都會經過 只是那個秒數長的 我沒有辦法跟你說 我在中間大概 一個小時然後在左側 三十分鐘這樣子 請問我要多精準的告訴你 你要拿馬表算 我現在在這個位置 我看到他幾分幾秒這樣子 他在花道邊上看 S型走遍舞台客廚 還是我就在那個 布幕後面 我就在布幕後面 僅有的0.1秒跟你對到眼 僅有的0.1秒是發生什麼事 是因為你要看三十幾個成員 所以我只能分到0.1秒 是嗎 挖到旁邊會有紅龍 帶馬表去算嗎 但你沒有辦法好好認真的看這個表演 但你沒有辦法好好認真的看這個表演 你要算三十幾個成員 我不信你算得出來 好像還在跳 我在後台跳 我在後台跳 對眼的看線上 好像還在跳 看線上 你可以一直對到某個成員的雲點 但你沒有辦法選擇 還好你只有三個 那天當大兄堂主要看一個 不然帶面具跳 看線上算對到幾個 還好你只有老闆 但這次陳時雅的畢業演唱會 說不定你看不到老闆 幫你講一個最壞的大聲 請不要期待值太高 買線上 到那邊看線上 回家可以有看回放 很棒耶 現在這次可以看回放的話 你們就可以先買 公邦娃哈西翔 哎喲 打到手 斯雅是主角 斯雅是主角 你從頭到尾都會看到陳時雅 你們不能說不想看到陳時雅 你們就得看到陳時雅 因為那是她的演唱 因為如果跟我說 斯雅畢業演唱會 你根本沒看到陳時雅 那我就 太厲害了 大家都想看到眼淚 就做攝影機旁邊 大家一定會看 我一直看到她 又看到誰 還好斯雅不搞 有啊 剛剛有說 她只看老闆 代表她全場都不會看到陳時雅 她全場都不會看到陳時雅 她全場都不會看到陳時雅 她根本不知道陳時雅在哪裡 她不知道這個是陳時雅的畢業演唱會 不可能 大家不可能沒有看到陳時雅 線上的鏡頭危險 線上的鏡頭危險 陳時雅直拍啊 請大家開始抓陳時雅有沒有跳錯 我非常期待陳時雅那天 不會跳錯 那現在如果有solo那首歌看不到人 屏蔽 請問是多麼不想看到 陳時雅 你一定會盯著老闆看 她到時候問你說 請問陳時雅畢業演唱會 的曲目有哪幾首歌 然後沒有蔡雅恩的那幾首 你就會自動屏幕說 有唱這首歌喔 我怎麼沒有印象 有這首歌嗎 她要直拍啊 不然後夜記聊什麼 後夜記就聊 陳時雅是不是那個動作跳錯 陳時雅是不是那個位置跑掉 放BGM 她絕對不會承認吧 怎麼可能 如果很明顯的話怎麼可能不承認 人家是後夜記不是檢討 那個叫做後夜反省會 後夜記一點都不敢 請問後夜記是要做什麼 後夜記可以講什麼 大家是從哪一首歌開始哭的 整場開始哭 還是你是這首歌的哪裡開始哭的 有沒有看到陳時雅在哪裡 你是不是沒有看到陳時雅在哪裡 你是不是沒有看到陳時雅在哪裡 讓大家哭是嗎 好 畢業叫後夜記 後夜記 後夜記 後夜記就整場一直畢業 沒有看到陳時雅在哪裡 你是不是很有紀念心 怎麼變成那首歌跳錯 回答了你也可以聊那個 我真是怕你們不知道聊什麼 你們要哭啊 這樣才有飲料 你們沒有飲料放棄吧自己買吧 真是還不會請你們 後夜記是只有試樣嗎 我不知道啊 後夜記是只有試樣嗎 就會抓你出演 為什麼我不參加 我不參加 請陳時雅不要抓我下水 我不參加我要休息 我要放假 跟我無關 後夜記跟我無關 如果有後夜記我要加班費陳時雅 找我的話要加班費 請大家去跟陳時雅聊天就好 不要跟我聊天 跟我聊天 的機會還多的是 請不要來找我 我們還有線上談話會可以談 不需要在後夜記談 請不要在後夜記跟我聊天 請在談話會的時候跟我聊天 請都先寫起來 你現在就寫起來 那天有任何想聊的就先寫起來 請你等到談話會再跟我說 是 思雅想跟你聊 思雅沒有想跟我聊 是 前隊長現在沒有任何的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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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以前沒有任何的權限 他以前沒有任何的權限 他以前沒有在用 他以前沒有在用 他用不到 他沒有需要用 他為什麼去買 郵 està 找他 詩雅也是SSKeya的一名 SSKeya全到的話我就考慮 你還是要挖她回來六單我所回的 我要去舉牌子說詩雅要參加六單我所回 我去舉牌子 六單就沒有詩雅廢片看 什麼叫做詩雅廢片 你還有意想天開 一定會到的吧 不好說 努力說說服矯情加班 你說服他幹嘛 為什麼是說服他 利益水 大家連離 那個不遠了 這樣後面舉好了 好像很棒 後面就考慮 誰跟你不遠 沒有大家都會 大家都會盡力 大家都會盡力到 先了解一下 這個不能踩點 不知道誰會先去那邊踩點 哈哈哈哈 是該叫詩雅六單我所回家破 對啊 該家破了吧 大家該現後夜季的時候 吹他了吧 請問詩雅 會參加六單我所回 太地獄了吧 哪一種踩點 哪一種踩點 這個踩點不太OK 這個踩點不是人人都可以踩得到的地方 時間問題 效率 效率踩點 這個兩種好像有用 這也成為踩點的一部分 人人都踩得到吧 時間問題 是 謝謝坤坤送了 一個厲害 一個厲害 三個厲害 很久沒有看公演 對很久沒有公演 四 四 四點 四個月 四個月 三個月 現在幾月 七月 三個月 四月到七月 睡到現在 三個月 看 哈哈 九月會不會太快 結果是不是太快了 reset都還沒結束 你就要突然換新功了 你也好歹等reset最後一次跳完再新功了 剛剛月底有功用法 有法 怎麼感覺reset沒有最後一次 怎麼可能 一定要先有個千秋樂 再來跟你結束 除非我們突然人間蒸發 可能就會 直接沒有reset 假如 唯一的可能性就是我們人間蒸發 就會沒有reset 白包君還在加護筆 希望以後可以多出Tim B的歌 希望可以多做衣服 唯一希望 唱誰的歌都可以 AKB48 誰的歌都可以 莫名其妙的歌 請給我衣服 應該是8月吧 應該是8月吧 想要好看的舞台 請大家去 敲 敲門 新公演一定有新衣服 新公演還沒有新衣服 我就不跳公演 公演這種東西都要過日本 一定會有衣服 不然可能日本不願意讓我們跳 保持身材 沒有問題 他做好看的衣服 我們自然就會不保持身材 重點是我們沒有需要 任何需要管理身材的衣服 我們的衣服都 都 可以吃很胖再吃也沒有 穿也沒有問題 吃很胖再穿也沒有問題 也穿得進去 扣子可以扣很 扣很後面這樣 反正會做很大 大家不需要剪面 沒有腰就啼啼 沒有腰就啼啼 150到170都能穿 尺寸抓緊線 所以只要要求都做緊線不要長版衣 有人穿變短版 不會啊你就做那種 那種 短版的大家可能會考慮 撿個背 不然那個肉會擠出來 或是撿個漏手背 背型這樣子 接神經病 大家去叫他不要接神經病 請做衣服 我真的很認真覺得有你去可以做個衣服 從以前 猩猩猩猩猩 天使的尾巴沒有一手有衣服 沒有正規的衣服 現在都是大雜營 有些巨人會卡住 不會啊不會卡住 怎麼會有卡住的問題 新型病毒 新型病毒拜託 新型病毒中年不會有衣服 已經不會有 我已經不抱任何期望 新型病毒不會有衣服 連尾巴都是後來才生出來 超級那個尾巴 世界無敵重 超級重 我已經不抱持新型病毒會有衣服的心情 因為病毒有衣服會增加領養 當然會增加 我現在是非常不期望我唱新型病毒 病毒已經過了十季了 那有什麼二單 二單的收入去 還是三單 忘記了 那個尾巴光看就很重 填充物很迷 不期望只是因為沒有衣服 沒有衣服是我不期望UNIQ的原因 三單 賣家上的斷帶 對 賣家上 賣家上有花樣已經是新型病毒的極限了 都已經唱過了就不排氣 不是不想念口牌 呃 有好看的衣服在念口牌會比較 自己會比較 開心一點 是 屁股 笑 想看你跳 有衣服我就跳 沒有我就 沒關係 可是用完就拆掉這樣子 對用完就拆掉 用完就可以拆掉 我每次都很希望SH的要不要借我們 借我們一下 要唸口白是有條件的 粉絲可以鬆衣服嗎 沒有辦法 可以接手 我根本沒看 不知道 他們衣服有夠多 真的 生鮮賣錢 直接借了嗎 借的話不是比較省錢嗎 寄過來寄不回去 太難過了 我現在唯一期待 泰國什麼時候辦 什麼時候辦 運費 運費說不定比做一套便宜 做三套 因為UNIQ最少要三個人 我現在是泰國 因為上次 Azia Face的TikTok 是泰國硬 所以下一個鍋子 也是泰國 弄壞 弄壞 弄壞我們就可能 活不下去 希望能夠的去 可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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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家室 沒有問題 隔離對我來說沒有問題 是 看公司願不願意讓我隔離 隔離 隔離對我來說沒有任何 沒有任何痛苦可言 三家室 是件很簡單的事情 我只要有吃的 我就可以 待到我的房間 三家室 甚至有些人 防疫旅館還住得很好 我都覺得可以在那邊住 一個月都不用回 一個禮拜不出門 對我來說太簡單 真的是太簡單 要有窗戶不然會發火 不需要窗戶啊 我不需要看到外面的天空 西天自服 怎麼可以這樣子 那我要跟大家募捆 哈哈哈哈 你自己家豪華 真的很豪華 那個旅館 我有去那邊送餐過 不能走出去我會發瘋 以目管理我就能捐款 但我可以每天開直播期 大家 募捆 嗯 每一刻到天空會很像座 真的假的 不會 開燈就好了 終於我能見到你什麼 也不是即時拿到的嘛 就 我 預知 預知一下 先預知一下 先預知一下 有電腦在就不像座牢了吧 你們的話 你們的話嗎 我的話只要有冷氣 有燈 有廁所 有床就好 再給我個手機 跟充電線就好 大概這樣差不多 差不多 有網路 有網路 有4G 旁邊有那個 有4G 是都在睡嗎 都在睡 多麼樸實無華的生活 零食呢 不過還有如果有 午餐什麼的 應該就不需要用到零食 買一箱那個鋁箔包飲料 我就每天可以生活 買一箱的花茶 我可以 我可以 我可以在家一個 一二月 我每天都喝花茶 就是 最少要有有趣的東西 不會呀 只要有 連上網路 就會有很多有趣的東西 沒有網路的世界 才是 吼不下去 沒有網路的世界 真的吼不下去 我可能每天要在家裡 數數字 連俄羅斯方塊都打不了 可能要轉魔術方塊 那期間剛好可以複習表演群了 在在就是如此好滿足 有手機跟網路充電器就可以活下去 超好眼還省睡省電 沒有省電啊我要冷氣 夏天的話沒有冷氣會死 太容易自主 我真的是無欲無求 我已經心如止水 和尚 我是一個不跟大自然親近的一個人 就是因為做捷運到公司會有兩個派別 一個是做市政府派 一個是國父紀念館派 那個就是他們的差別就是一個比較熱鬧 一個比較無趣 我就喜歡無趣的那個地方 沒有人 沒有人 無趣 大家喜歡熱鬧的地方 謝謝滴毛的JJ你 就是比較多那個那個什麼東西可以看 就是有階級 不是都一樣嗎 大家就熱鬧 不一樣不一樣 市府的話就是你沿途可以經過飲料店 那個美食 然後便利商店 然後車草 人草 然後可以看風 看草 看樹 看天空 然後走 古父紀念館的話 你就會看到整片的白色的鐵皮 你就會看到整片白色的鐵皮 跟水泥地 然後 只有陀陀的一條 路然後被關在裡面的感覺 隧道 古父那邊是條隧道 就是你走進去只有另外一個出口 你沒有其他出口 你沒辦法從旁邊這樣走出去 你就是被關在那個 這樣 只有一條的 路這樣子 遇到粉絲會逃不掉 遇到粉絲你就只能往前跑的那種 路 有的人不喜歡那種 有人不喜歡那個 就是 走十分鐘 然後十分鐘那個風景都長一樣的路 有人就喜歡那個 走十分鐘那個風景會 不太一樣 就是 走一走這邊會有便利商店 走一走這邊會有飲料店 走一走這邊 是哪裡哪裡 這樣子 會知道你現在在哪裡 有的人不喜歡那個 走了五分鐘 發現自己還在同 很像在同個地方 走路的地方 應該就走市府吧 比較多人 我不喜歡走市府 因為市府很多人 那個斑馬線的人很多 很討厭 尤其是夏天的時候 夏天的時候 我想要走很快 但是 因為 前面很多人會塞住 沒有辦法 超越的時候 我會很不開心 我會很不開心 我不想 我不想要被 堵住的那個感覺 不喜歡被堵住 紅燈又很久 對 還要等紅燈 很困擾 哈哈 斑馬線 沒斑馬都是人 很多客運 很多公車 很多 計程車 很多機車 很多人 就是 就是我不喜歡 走市府的原因 想要熱鬧又不想被堵住 我不想要熱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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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想要被堵住 我不喜歡人潮 所以我討厭去逛街 我討厭出門 討厭暑假 就是因為外面很多人 這是一個 宅女 會說的話 我討厭暑假 家裡不能光臨 對 我 極度 不擅長 有人潮 而且我會 不自覺的那個 脫口 好多人 好多人 好不舒服 好多人 好多人 為什麼這麼多 極度 極度討厭 而且是 那種百貨公司的時候 那種周年輕的 我就 好多人 為什麼這麼 為什麼這麼多人 在公共場合這樣講 感覺 真的是太多了 太多了 超不想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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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都反而不會被認出來 不想要 不小心被旁邊的人聽到 周年輕一定不能去百貨公司的 我不知道 就是 也不用到百貨公司 到捷運站的時候 也是啊 所以我就很討厭 那種 過年期間 或是廉假 或是那種 上班時間的捷運站 會這樣 好多人 這麼這麼多人 超不愉快 就跟那個電梯裡面 要塞滿 好多人的那種 會非常的不舒服 要憋氣 我要時刻憋氣 請問是有多討厭 多討厭人潮 只要進到電梯 我就這樣 電梯怎麼這麼慢 然後就會想 為什麼我要搭電梯這樣子 為什麼我在電梯裡 但裡面只有你一個人 也不會坐 會啊 如果電梯裡面只有一個人 我就會坐電梯 但是 電梯要排隊的時候 我就不會坐電梯 坐這邊怎麼辦 板南線人這麼多 繞一下 繞一下 板南線真的是人世界無敵多 尤其是那個 復興 忠孝復興站 忠孝新生 那種 轉車的地方 人世界無敵多 超級厭世 每天都很厭世 這樣 電梯打開裡面都是人會選擇不打 選擇不打我就會轉頭 我就會直接走 那個 收服梯 寧願走收服梯 用爬的 就是 趕時間的話 如果趕時間的時候才會想搭電梯 趕時間的時候電梯很多人 我就會選擇再收服梯 然後用爬的 就是 我就用走的 等下一半 車門一打開就可以 車門一打開就可以驗死 車門一打開就可以驗死 不會 怎麼可能會沒有收服梯 什麼叫做沒有收服梯 白貨公司沒有收服梯還敢叫白貨公司 偷偷去搭員工梯 分額 分額 理所當然我會往裡面鑽 我會往裡面鑽 因為通常大家不會往車廂裡面鑽 所以大家都會很喜歡塞在那個出口 那時候我就會 用盡我的全力塞進去那個 塞進去那個 捷運的連接 連接的那個地方 因為連接的那個地方通常我們不會站什麼人 所以我都會站 在那個 地方 有時候其實只要鑽進去就會覺得 裡面很 裡面很空空 可是還要塞出來 我後來就看左邊還是右邊 那邊人比較少就走那邊出來 因為通常 人多的時候下車的時候 跟我下車的時候通常差不多 就是要跟著他們那個人群一起下車 又不是下一站要下車 到底為什麼要站門口 真的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大家都不愛往內直 一下子會喊不好意思結果 我可能會講不好意思 但是我可能 在講不好意思之前 我會先就是 會先讓他們用餘工看到我要下車 這樣子 爛的往裡面走 往內擠到最後要出來就很困難 我的話呢 我 我會 我會擠啦 除非我下一站就要下車 我就會 死命的就是卡在那個門的邊邊這樣子 門的邊邊 門這樣關起來 然後卡在這裡 一站的話 就是這樣 任命 就是卡在那裡 為什麼早上 人這麼多 卡門還滑手機就更糟糕 太大視覺就會擋到人 有時候就是很問號 就是我明明下一站就要下車 然後明明就站在就是門口 然後後面就有人要下車 然後他就會硬要擠到你前面 我就想說 把門開了我就會下去 不要走到我前面 我一站而已 快點快點 他想說我 我會下去啊 他就是硬要擠到我前面 因為他不知道你也要下車 你要表現想要下車的感覺 我還要表現想要下車的感覺 我還要表現想要下車 是不是有多急 是不是多怕自己下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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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嘛他在等開門的時候 大家都沒有動他才感受得到 那個要下車的 請你排隊好嗎 每次搭捷運都超怕自己下不去 搭捷運會怕自己下不去嗎 不會吧 我反而覺得搭公車會怕自己下不去 因為公車真的是 開門關門超快 神速 他們就是 馬上就會關上那個門 但捷運的話還好吧 捷運通常在他逼之前都還可以出去 站在門縫的位置 才能表現自己要下車的感覺 我不知道 可能他就覺得 他要先站在最 離出口最低的地方 剛才往回答超麻煩的 因為老人家他們都會硬擠到門口 對 對對對 真的是很問號 這樣就算了 就讓他們先走 真的下車前一個瞬間 就聽到門要關的氣息 這是秒關欸 那個公車的門 這是秒關欸 那個公車的門 我每次都很怕我還沒下車 他就會把門關起來 公車上車比較穩 你還在找個位子出就開 就是你上車 你連B卡都還沒B 他就開始開車 就是 公車是一個 就是 很快 你開門上去 你還會B卡的那瞬間 他就開始開車 他就會踩引擎 這樣 慢慢走 真的不會有等你慢慢關 等你B完才關門 等你走進去 你上車的那瞬間 他就會關門 才會知道你有沒有刷卡 是一個標誌 公車真的是很厲害 而且我都 他們都會這樣 神 就是神走位 這樣 斜切 這樣子 哇 公車真的是 很可怕的一個交通工具 尤其是這種 這邊有 車槽 然後死 要切進去 那個 進站這樣 公車司機是不是 都很勇猛 之前上學的時候 每天都坐到 開車不關門的車 有的司機門還沒關好就開始 對 他們現在會開 然後再慢慢關 上下班時間都會大亂鬥 真的是大亂鬥耶 公車那個車 很長 然後他會這樣卡在這邊 然後這邊要走出去 然後就會卡在一個 好多台公車的時候 就會覺得 好多公車 偷零錢還要帕貝嗎 因為偷零錢要 需要時間 所以我只要知道 我悠遊卡是負債的狀況 我不會去大公車 要找零錢 真的是太麻煩了 很多台進站更怕 真的 而且有時候你知道 因為那種大戰 他不是 比如說前面先停了三台 然後你要搭的那一台 在最後一台 然後他可能先開門 讓成哥下來 我都會思考 請問我現在是要走去 最後妹那邊搭 還是他會往前開 然後 然後 我每次都很怕他在那邊放完課之後 他就不會再 往前開再停下來 算了 我還是自己走去後 最後面 他會開走 他只要停過 他就不會再往前開 是不是 手要舉手 反正你站在前面等 他就是不會開到前面的意思 乖乖在站排等 變成笨蛋 通常都會開過來吧 他只是在等前面的車離開 我就是擔心前面的車離開之後 他會直接離開 他不會一直管你 你就是因為沒往前做過兩板 真的 真的 公車在那邊 很困擾的 交通公車 裝死就不停 XDDD 現在好像已經吸乾了 你只站在這 都直接開著 敲鼓什麼 沒有阿 沒有人在敲鼓 還是比梅德 大家好 看到停下來就睡上去 真的 真的是要自己補上去 我沒舉手還是 對啊 要舉手 大家應該要知道要舉手 真的要舉手 因為他真的會 他不會每站都停下來 他發現沒有人要上車 他就會開車 以前來太多辦公車很討厭 真的很討厭 尤其是那種篩車 而且有的公車他可能想要趕那個 紅綠燈 就現在綠燈他就會想要趕快 過那個綠燈 不然他就要挺紅的 他不知道你要搭 對 他不知道你要搭 307展對 307展對 當然直接開了 對 還有同樣號碼 對 同樣號碼的同時 同時來這樣子 同時就是 前面那台也是這號 後面那台也是這號 這個車號 好不好 謝謝網禁我的小機 蹦蹦 但幾乎每天下的感覺 來四台307可是四台都買了 307是什麼 我從來沒有看過307 有遇過下車的人走太慢 司機沒看到就關門 搭到十一號公車 搭到十一號公車 307很熱門 真的喔 都到號稱捷運的公車 台北路程最長的一半公車 台北路程最長的一半公車 不好停下站下可以嗎 公車之王 真的喔 一次都來一堆車上一堆 不知道為什麼這麼賺錢 都到近站巷口車 放棄搭公車 我真的是偶爾才會搭公車 糖光超大的 什麼形容 謝伯瀚的告白祈求 你只有蛆鳥 蛆鳥地方的時候才會搭 就是那種 離捷運站要十五二十分鐘的那種地方 才會想說 看公車會不會比較快 現在很不敢才可以搭 而且錯過一半都不知道該怎麼 錯過一半就是 會只能選擇搭計程車的部分 就直接計程車 選擇走路 不一定啊 有的地方走路可能要走四五十分鐘 做過一半就等著 但其實U-Bike也挺方便 蠻方便的 沒下來的話會選U-Bike 可能會選搭捷運 然後搭 再騎U-Bike 寫著包子的 就去你屋 脫行李箱 就只有公車就選擇了 不然就計程車 脫行李箱 就請坐計程車 在公車上面有 因為行李箱感覺超不方便的 剛好不然也搞不好 但U-Bike 有時候的缺點就是 沒有腳踏車可以騎的地方 困擾 QQ 要去跟路人搶行李箱 QQ 夏天會去海邊會嗎 不太會 因為會曬黑 常常會借完 約完就真的是 無奈 會借完就真的是無奈 明天要走自行車道嗎?我不知道耶 我不知道那種相關的規定 我只知道沒有自行車道又沒有人行道的地方請問要騎哪裡? 騎這麼小的磁磚還是要騎大馬路? 沒有隨便騎,真的是隨便騎耶 真的是隨便騎耶 隨便騎就會遇到公車 遇到公車的時候真的不知道要怎麼騎 條條大路通過嗎? 騎車搶路 用前車的嗎? 非常遇到逆響 騎腳踏車很常逆響 嗯 公車遇到公車 謝謝 我現在 什麼阿誠的 金...金針花 金針花 8點半了 今天有睡嗎? 沒有啦 我今天就是 1點多起床 然後去 半信用卡 然後就是 5 5點 多的時候 回到家 等一下可以吃了 我忘記還有那個河大魚 吃了一下 我覺得我吃不完 吃飯感覺就沒有 今天感覺沒什麼緊張 因為我吃飽飯 我真的是吃飽飯 我剛剛在外面 大概5點多 快6點的時候 6點的時候在那邊吃晚餐 我吃晚餐 然後吃完之後 吸收之後 就會 那個...就會 開始想睡覺 但是用卡花的市場 花了半個小時 然後 就去 跟我大姨去換換 為什麼有那麼多東西可能 因為我大姨買了那個 炸雞頭 然後他就 給了我兩塊 然後 他後來又去買了 那個 什麼 那種外帶的便當 然後 他就問我要 哪個 我就說 哪個 咖哩 然後還買了一杯飲料 我也還沒喝 我真的是覺得 我今天要死 我今天是進食量 雖然有沒有 這是一餐 一餐的量 會不會太多 現在不能炸雞吃 不是 KFC耶 什麼 德州 炸雞還是什麼 金針 自食量 自食量 一餐吃那麼多 真的是要死 真的是要死 德州眉毛 應該是 好像是那個 藍藍藍紅紅紅的那個 那個 標籽 丁毛的啾啾牛 有炸雞還 點大一半 因為我其實不知道那個炸雞會這麼大一塊 那個炸雞真的很大一塊 沒有 我沒有想到他那個炸雞會這麼大一塊 其實 他跟 肯德基比加還是有差 蠻大的 然後我又喝了 汽水 因為我冰箱裡面剩下 汽水 沒有 做 沒氣的飲料 我以為是那種 這種 小的那種棒嗎 就是他這麼大 這麼大一隻 然後我想說 然後那個汽水喝下去就 就爆了 咖哩飯還沒有打開 而且我那時候 我其實在想 我要先吃咖哩飯還是先吃炸雞 但是我就先吃炸雞 我想說炸雞 放久了軟掉好像不好吃 就是那個皮如果軟掉感覺會不好吃 我就先吃炸雞 所以我現在在司頭那個咖哩區 不需要 我的 微波 吃足了一個星期的熱點 咖哩飯已經結塊了 呃 咖哩跟飯是分開的 所以咖哩 應該是不會乾掉 可能要用蒸的 超商咖哩嗎 還是外帶 外帶 外帶的咖哩飯 它是分開的 咖哩 放在一起 飯放在一起 冰淇淋還明天吃 可是 可是飯 冰淇淋還會不好吃 今天晚餐吧 沒關係我等一下晚上 如果餓了再吃吃 不會還沒冰陽 沒有冰陽 腸蚊 褫 會不會壞掉 沒關係我腸胃這麼健康 腸胃很強壯 不會怎麼樣 我吃 我等一下就吃 好嗎 我等一下就吃 完了要錯 明天早飯吧 會又壞掉 還好吧 六點 所以要放了三個小時 三個小時 三個小時 要九點 現在還是平凡 這種天氣很危險 沒事啊 不要多想 不要多想 放隔夜 沒有放隔夜 這說了我等一下會吃 六點半放到八點多 就算了 不會啦我吃不太出來 吃不太出來 應該是沒有酸酸 應該是沒有 應該是沒有 應該是沒有酸酸 雞湯流氓 應該又為什麼會酸酸 等一下怕不是五小時後 會拿去微博嗎 會拿去微博嗎 我在思考啊 需要微博嗎 怎麼微博啊 咖哩 咖哩要怎麼微博 你還是拿去冰嗎 可是我跟妳講 我這個人 只要把飯拿去冰 我就不會再拿出來吃 哈哈 稍微打開直接微博 可是紙盒 紙盒 紙盒部分的微博 放在碗裡然後微博 放進去冰箱 我就不太想拿出來 不能嗎 懶惰就直接微博 也是喔 好熟悉 質問很好 真的喔 對我來說沒用 臭了都沒差 還差出點什麼話題 是不差 不差 但我還是有一點點擔心 所以我至今 都放棄 拿去微博 既然大家都這樣說 那我就直接拿去微博 就不需要再把它放到碗裡面 不然真的是很麻煩 會有人問我這個問題 誰比較高 應該是他比較高 雖然其實裡面也是錯這樣 對啊 這也不是說每餐都可以這樣微博 我應該都不微博 有微博好不好 吃了這麼多年應該沒差 應該沒差了 適合 咖哩倒進去的時候就融了 那我應該要分開微 還是我要先把咖哩倒進去再拿去微 分開微博 哈哈 是不是沒差 好像沒有什麼差 先微咖哩 然後再倒進去飯裡面 比較不會加熱不絕 分開比較好 分開比較好吧 我幫我等下分開完我的 飯會跟 飯會變乾的 是不是我要先把 飯應該不用加熱了 加熱咖哩就好 他說飯上面有一顆蛋耶 那個可以吃嗎 有一顆很像躺心蛋的東西 哈哈 哈哈哈哈 下午吃炸雞 待會兒還吃得下 可以吃 錯誤 那個蛋應該還可以吃 放棄小聲 哈哈 呃 欸 一充 算了 充 從 五點半開始算好了 呵呵 蛋很容易壞 不會啦 就變熟的蛋而已嘛 大家都很怕你吃壞的 還行啦 如果糖心會變很危險 不會吧 好 算了外面先要房間 應該感覺 還好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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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是好的嗎 應該是正常的 應該還沒壞 還沒壞 沒有放在大太陽底下應該可以吧 這種蛋黃我會丟掉不止 這種蛋黃我會丟掉不止 有開眼鏡? 外面沒有開眼鏡 剛剛是放在客廳 客廳沒有 客廳沒有發 放在大太陽 客廳很熱吧 客廳也還好 聞到就飽 今天太酸 螢幕對面的你們聞不到 你說聞到他然後打嗝 怎麼可能有這種事 看到就飽 看到蠻飽的 那個翻 看了就很飽 罵罵罵罵 罵罵罵罵 也不是不會打嗝 我不會打嗝啊 你說剛剛那個算打嗝嗎 我所謂的打嗝是那個 很吵的那種打嗝 不過咖哩就是配飯沒辦法 單吃咖哩 排氣 我想要那種 會這樣 的那種 剛剛那個也是 不是很大聲的採索 剛剛那個是這樣 的那種 我想要 因為這個的話我覺得 它對我來說 它是往裡面吸的 隔 它不是出來的隔 所以我會覺得很飽 你知道大家都很不想要那種很吵的隔 那種也叫打嗝啊 不然叫啥 那為什麼我每次 飽得要死的時候 我打這個隔 我心臟會很痛 就是因為我 隔沒有出來 就是因為它卡在這邊 打嗝 我就會覺得我心臟要炸開 我都會想說 我會不會等一下會 暴斃在路上 我每次 吃飯吃得很沉的時候 我都會覺得 我會不會 會死在路上 因為兩種都叫打嗝 對兩種都叫打嗝 對我每天都很擔心 我都會不會心臟 我就是這樣 我就是在路上這樣 不要這樣 這樣子打嗝 死亡 不要吃得這麼沉 會覺得好一點 所以 橫隔膜抽筋 應該可以解說 橫隔膜抽筋 吃得很沉 結果是心臟沒 吃得很沉的時候 我的隔到這邊的時候 如果打那種隔 我會想死 我就會 我會想死 我會想死在路上 不然之後 就讓我現在 可不可以 這邊開一個洞 那就是抽筋 我真的是覺得 那個心臟不是我的 應該是會想吐還是心臟嗎 心臟痛 不是想吐 你會感受到怎麼樣痛 應該說氣管嗎 這裡是氣管嗎 還是心臟 就是這裡很痛 不然 這不是氣的問題 所以不會有什麼 所以就很累啊 吃太飽的時候 如果打了那個 不是 脹氣的時候 想要打嗝的時候 打了那種嗝的時候 我會想死 會想要立馬躺在路上 你知道嗎 會想要躺在馬路上 會想要躺在馬路上 為什麼還沒到家 會想躺在大馬路上 胸痛跟心臟痛 就是在胸口 胸口就是心臟的附近 最近還有脹氣嗎 最近沒有到脹氣 吃太多可以喝養肋多幫忙 吃太多的時候 連喝 吞口水都有障礙 我真的痛苦的時候 是連吞口水都這樣 我連口水都噴不下去的時候 真的是 真的是很困難 我已經喝不下任何東西的時候 已經有那個氣到這邊 在進去的時候 能夠這樣噴出來的那種感覺 會噴出來的那種感覺 所以是連口水都噴不下去 我已經會這樣 不想要噴出來的 不想要噴出來的 我就這樣 不想 我忘了講話 我想說我忘了講話 這樣還沒畫到 這樣 不會吐嗎 就是 你覺得要吐的時候 你的嗝就不會吐了 Google一下說是謠言 汽水加饅頭煮的話 沒有畫面開 那真的很不舒服 真的很不舒服 所以 通常 如果我有意識到的時候 我覺得我應該要趕快回家 因為我回家的時候 才有辦法躺在床上 我如果堅持坐在那個地方 可能 繼續聊天的話 他那個氣會這樣 慢慢的上來 慢慢的上來 到某種程度的時候 你只要一個移動 你就會想想吐 你就會整個人頂射看起來很差 就會這樣 然後會開始這樣 然後會開始這樣 開始嘆氣 然後會開始這樣 真的移動到要小心一點 然後會開始 開始冒冷 然後這邊全部都是汗 然後這邊全部都是汗 脖子這邊 全部都是汗 走個路 你會全身都是汗 真的 很辛苦 就是很辛苦 下一 下一下說不定就好 你的那個打嗝 是所謂的那種 那種 打嗝的話 可能下一條可能會好 但是我那種真的是 我要躺下才會好 我只要一站起來 我就會回到那個 就會回到那個狀況 所以就算我回到家 我躺在床上 我一定要躺30分鐘 躺3分鐘起來的話 就會 就會想要再躺回去 要再躺回去 我甚至連洗澡都沒辦法 我要先躺著 然後 等我 舒緩 那個氣 這樣 不知道從哪裡 排出去 才有辦法去 洗澡 因為我連站著都很辛苦 站著都很辛苦 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 站著 我也想要 尋找一個 很通暢的 通暢的知識 通暢的時代 不一定 我有時候 根本沒吃什麼 然後 可能 可能我只是 吃個水果 然後就長期 我自己沒有抓到那個 是怎麼樣才會用 對我來說 我覺得那個是靠 看運氣 但應該是因為什麼東西才長期 但我不知道 所以 所以我就只能 慢慢摸索 就是 我最近 覺得應該是 飯後吃冰淇淋的時候 那個機率會很高 不是吃烤肉 油膩的東西 烤 烤肉或是 那種 很油 比如說 韓式料理 可能就會 震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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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可能要 就是帶著胃藥 因為 可能要胃藥要帶著 難怪你拒絕燒肉 我還記得那天公演完結束 要去吃燒肉的時候 我還先吃了一包 胃藥 因為我怕我等一下不舒服 先吃了胃藥 因為肉很油 所以很容易就會 那個 真的 真的不是有查到 我查到的是那個 但是 他沒有 就是 沒有人知道這種東西 大家就會覺得我 我會打嗝 剛剛大家就說 可是你不 剛剛那個就是打嗝 這樣子 大家終究還是不懂我的那個 打爆嗝的差別 我就是想要會那個 打爆嗝的那個感覺 才會 我覺得他應該是可以舒緩 那個脹氣的部分 先吞就沒事了 我不知道啊 我不知道 但你想會那個 就是 就是想會那個 就是因為我覺得 我如果真的很痛的時候 如果我會那個的時候 說不定 我就不會很痛苦 我是這麼想的 搞不好會之後變成 唇吐出來 用力吞口唇 然後就吐出來 壞的那個就比較舒服 我就想說 可能壞的那個會比較舒服 啊 你有排名了各位 新特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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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爆嗝嗎 覺得那個是可以快速排氣的 技能 對啊 因為不然的話 你們那個 打出來的東西是什麼 它只是個聲音嗎 它沒有氣嗎 不然的話 那種人打嗝出來 大家都會覺得很餓 不就是因為 會有個什麼氣出來嗎 還有味道 所以就是那個的問題 是聲音跟味道 但是沒有氣嗎 沒有東西出來 打了個寂寞 打了個空虛 噴空氣 幫它壓縮 讓它有動力 一直出來 通常就聲音而已 怎麼可能 你要不要放個 放個衛生紙在前面 然後打一次格 看它會不會 看它衛生紙 會不會往前 會不會往前飛 這樣 我才可以知道 你打那個格 到底氣有沒有出來 你這個實驗很奇怪 有沒有大家都說 那個氣不會出來嗎 因為 這種 的歌 它是往裡面吸啊 它不會 不是 它不會往外 它不會這樣 你知不知道 它不會往外出來啊 它是往裡面吸耶 那個歌 不是往裡面吸嗎 請問它怎麼往外 這樣嗎 這樣有出來嗎 用渴的 希望哪天練成了 可以再直播修一下 這是不是需要天文 這樣 大哥 我就是 沒有辦法往外 我這樣 我就是 覺得 要把氣出來 所以我每次都會開始彈氣 我就這樣 但其實它根本沒有出來 嘿嘿嘿 今天的第10名是 Mika 謝謝Mika 第9名是 吉米粥 謝謝吉米粥 第8名是 庶日家 謝謝庶日家 謝謝庶日家 第7名是 圓公館 謝謝圓公館 謝謝圓公館 他的這口是前一口 謝謝前 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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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可惜 一直ando 看可以吐多久 第6名是法蘭崧 謝謝法蘭崧 謝謝法蘭崧 笑 笑 第三名是小鈴 謝謝小鈴 第二名是十一 第一名是柯基宇 謝謝柯基宇 謝謝柯基宇 大家有沒有 看過一個挑戰 大家可以挑戰一下一下 比如說嘆氣十秒沒有辦法發出 很大的聲音 大家可以挑戰一下 比大聲 你先找三個夥伴 然後你們一起嘆氣十秒 看誰發出的聲音比較大聲 那個人就贏了 哈哈 在一個遊戲 我真的覺得很神奇 首先要先彈氣十秒 那 那八秒 把氣吐完 把氣吐完之後 要發出一個聲音 有嗎 大家 大家考慮一下 挑戰一下 有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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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剛聲音有出來 聲音有出來 我已經贏了 紅掉了 這張船 應該可以試試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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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吸一口氣喔 有嗎 有嗎 剛剛有嗎 剛剛有聲音嗎 你紅了嗎 那個是特效 那個是特效 我沒有紅 我沒有紅 大家要不要挑戰一下 其實就是看youtube 的那個 挑戰 看你看起來很吃力 就是要那個吃力 才可以比誰比較大聲啊 跟大哥那個比較 大哥比較 大哥比較嚴重 現在朋友問我為什麼要一直看youtube 是不是過得不帥 呵呵 這裡有嗎 1 2 2 8 7 6 5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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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9 9 9 7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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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9 9 大家要嘗試看看 但是你如果真的沒有吐完的話 就會可以發出沒聲音 真的要吐完 吐完才...就真的沒有聲音 真的會沒有聲音 真的沒有聲音 大家挑戰看看 可以跟我還活著 不可能唸得出詞吧 詞呢 你只能有一個聲音 你只能有一個聲音 你沒有辦法... 講話 好了就這樣 我就推薦這個給大家 然後結束了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看我的直播 我希望我等一下會吃這個咖哩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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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抱抱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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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